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已经有假死的计划 让周围放松警惕 但她定不会轻易相信的 小姐姐和警灵没事吧 无碍 你别生气了好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吗 我们说好要在一起 在那么危险的时刻 我们应该安危与共 而不是我自己躲起来去避险 是 是我不好 但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 你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人 我不能让你涉嫌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是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我甚至都不知道你差点丢了性命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让你担心了 我需要的是 如果遇到任何事情要一起面对 一起去扛 可以吗 好 以后无论遇到任何事情 我们都一起面对 一起搞 你做的那个寒冰掌 怎么样了 别担心我了 我已经按照祖母告诉我的心法口诀修炼 今日已经大好了 谁担心你了 我还没原谅你呢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明日是雷雨天 我需要再回云尾山庄一趟 目前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我定能将凌儿和祖母救出来 让他们黯然脱身 现在我已经没有什么瞒你的了 以后也不会 我们可以和好吗 不 你保证啊 我保证 邵夫人 属下有一句话想说 自从少庄主认识您以来 他始终把您放在心上 俨然已经从一个青春少男 变身成为宠妻狂魔 他对您的情谊 我们旁人瞧着都眼红 您就别生气了 邵夫人 您就原谅邵庄主吧 也让我们这些磕CP的CP粉 多露出点乙母笑 这网上说的是不是错的呀 我是个男的呀 应该是一公孝是吧 好了 原谅你了